继续我们再把焦点转向缅甸 刚刚我们在新闻画面当中也看到了 过去一个多星期来 缅甸当局一直试图要阻挡抗议人士进入阳光 他们要求对教育改革做出一些措施 那么在星期二 警察与抗议学生爆发了非常严重的肢体冲突 对此美国国务院有什么样的最新评论吗 美国国务院呼吁缅甸政府要尊重和平集会的自由 并且谴责暴力 国务院也呼吁有关各方展现自治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国务院发言人莎琪在例行简报会上怎么说 我们敦促缅甸政府尊重抗议者和平集会 表达意见的权利 集会自由是任何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谴责对和平抗议者使用武力 美方对警察和其他个人 在李伯坦对抗议者和记者使用暴力的报道深感担忧 我们对有关逮捕的消息深感担忧 并将继续关注这一事态 我们与缅甸政府定期接触 美方多次呼吁各方在这一时候保持克制 我们与有关各方和国际伙伴正在进行对话 以查明这些冲突的具体原因 并正在试图确认被捕和受伤者的人数 这件事情的引爆点主要是 缅甸政府在不久前所推出了一项新的教育改革法 缅甸学生认为这项法律对缅甸大学提出了控制 因此从上个月开始 几百名学生从中部城市向北部城市仰光游行 并且要求政府要取消这项法律 不过在游行的过程当中 学生和警察发生了冲突 郁文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荣香 在美国国务院的现场 为我们所做的报道